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10月6日 欢迎收看本期的港湾播报 我是Jennifer 根据Nart City报道 加拿大航空公司呼吁用COVID-19快速检测技术 代替14天强制隔离措施 该公司在推文中写道 我们认为检测措施是强制隔离的安全替代方案 加航最近在多伦多皮尔逊机场 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检测研究 该研究涉及成千上万国际旅客的参与 他们在到达后接受病毒检测 该公司报告说超过99%的人呈阴性 但是要注意的是 此研究期间仅测试了1万5千人 而在高峰时期 皮尔逊机场将会接待数以百万级的旅客 上周 加拿大航空购买了2万5千多套快速检测设备 测试结果仅需15分钟即可获得 由于新冠继续冲击航空旅行业 波音公司预计在未来10年 各大航空公司对新飞机需求都会降低 该公司今日预测 未来10年全球将需要18,350架新型商用飞机 比2019年的预测下降了11% 该市场将比去年的预测下滑约2000亿至2.9万亿 波音公司预测 亚洲航空旅行的恢复将在未来20年内 创造超过4万3千架飞机的市场 较2019年的情景下降约1000架 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波音公司 与欧洲的空中客车公司 一起主导着飞机制造业 今年以来 新飞机的订单和交付量都出现了下降 在经历了两次致命的坠机事故之后 波音去年最畅销的飞机737 MAX被停飞 这已经给该公司带来了很大压力 在大流行期间 国际旅行的降幅远大于国内航班的降幅 因为各国家都限制国际旅客入境 以限制病毒传播 在此期间 由于航空公司发现 拥有的飞机数量超出了他们的需要 因此波音公司的市场受到更大的挤压 导致波音公司今年裁员了数千人 该公司预计 航空旅行需要大约三年的时间 才能恢复大流行以前的水平 BC省首席卫生官亨利 今天以书面形式更新 过去24小时全省新冠病毒最新疫情 今天省卫生当局宣布 BC省再确诊102例新冠病例 包括1例EPI leak病例 总共9841例 今天再有2例因新冠病逝 目前BC省有1384例新冠活跃病例 有3089例因发现已知病例正接受公共卫生监测 有8184例呈阳线的患者已经康复 截止今天 有71人因新冠住院治疗 其中16人处于重症监护 其余的人正在家中自我隔离康复 自大流行病开始以来 温哥华沿岸卫生局共有3612例新冠肺炎病例 飞沙卫生区共有5038例 岛屿卫生区221例 内陆卫生区556例 北部卫生区324例和90例居住在加拿大境外的人 在过去24小时 BC省没有新的医疗保健机构爆发疫情 总共有16个长期护理养老院 以及3个急诊设施正在爆发疫情 今天也没有新的社区爆发疫情 省府在今天的声明中表示 公共卫生措施是生活的新常态 最新的模型数据证明 每个人的行为都对新冠疫情起着重要作用 每一个人都要尽到自己的努力 拉开曲线 省卫生官员亨利于周一报告 BC省疫情繁殖感染率正在下降 病例增长率趋于平稳 亨利表示 在过去的几周中 平均美丽病毒的感染减少了 他指BC省现在没起病例 平均传给不到一个人 但他也强调 繁殖感染率必须低于1 才能控制社区中新冠疾病的持续增长 另外 总公司Sobis于周一 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条通知 称位于北温2601号 Westview Drive的Safeway 有员工测试呈阳性 最后工作时间是10月1日 Sobis在通知中表示 这家超市正接受公共卫生的指导下 和受影响地点购物的顾客进行沟通 上个月下旬 温哥华两家Safeway超市都爆出员工对新冠测试呈阳性 公司也发布了相关通知 在上个月 其他两个Safeway超市也发布了类似警告 都位于宿里 其中一家地点称有三名员工确诊 此外BC省教师联合会表示 其大多数成员认为 目前在学校实施的防止新冠传播的健康和安全措施不足 在上个月进行的内部调查中 BCTF发现BC省有60%的老师认为 学校环境中的健康和安全状况 要么完全不足 要么有些不足 只有7%的受访者表示 所采取的措施完全足够 周一BC省首席卫生官亨利表示 在学校中发生的大多数暴露病毒事件 和学校环境以外的事件有关 好消息是 BC省的领导人NDP和自由党已经承诺 为所有BC省民提供免费的新冠疫苗 在周一下午举行的虚拟市政厅会议上 NDP领导人贺锦表示 如果连任 他的政府将在大流行防备计划上再投资持有意愿 其中包括今年冬天200万剂免费流感疫苗 以及为养老院居民增加4万5千剂疫苗 互用7000名医护人员专门用于长期护理养老院 贺锦还承诺 一旦有了安全且得到批准的疫苗 每个省民都会获得免费的新冠疫苗接种 当然 目前还不知道何时可能大规模分发疫苗 据一项新的全球性调查显示 加拿大是全球最接受移民的国家 排在第二及第三位的分别为冰岛和新西兰 美国排名第六 尽管本国和美国在移民政策上现在截然相反 但两国仍然是高度接受移民的国家 据报道 总部位于美国的分析及咨询公司盖洛普 于2019年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调查 涵盖全球145个国家 每个国家约有1000人接受电话或面对面访问形式的调查 受访者被问及他们认为 移民居住在他们的国家成为邻居 与他们的家园结婚是好事还是坏事 盖洛普将受访者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创建移民接受指数 每个国家获得0至9分的得分 分数越高表示该国家对移民的接受程度越高 加拿大在所有参与调查的国家中得分最高 获得8.46分 美国以7.95分排在第六位 加美两国的新排名都较2017年有所上升 当年加国排第四 美国排第九 从2017年以后 两国的移民政策走上了相反的道路 加国鼓励更多移民 而美国政府则推行保护主义 尽管如此 两国公众对于移民的观点似乎都相对积极 与2017年调查的结果一样 新民意调查显示 加美两国的移民接受程度与政治派比之间存在相互关系 在美国 认可川普当总统的受访者 较不接受川普的受访者对移民的接受度要低 相比之下 认同特鲁多的家人 比不认同他的人更接受移民 研究人员发现 在美国 主要以所在城市和国家识别自己身份的受访者 与主要以种族或宗教信仰识别自己身份的受访者相比 对移民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 前组受访者的分数为8.16 高于后一组的7.69 而在加拿大 无论受访者以何种因素识别自己的身份 他们对移民的接受度没有差异 两国按年龄划分的群组对移民的接受程度也各不相同 在美国受访者中 年龄越大对移民的接受程度越低 15到29岁和65岁以上组别的移民接受指数之间 相差了将近一个整指数点 前者为8.34 后者为7.37 而在加拿大 各年龄组别之间没有真正的统计差异 15到29岁年龄组的得分为8.32 是所有年龄组中最低的 而得分最高的是30岁至44岁年龄组 分数为8.54 此外 民调还发现 在城市地区居住和受过较多教育的人中 对移民的接受程度更高 这些发现与2017年的民意调查结果一致 BC省自由党承诺如果当选 将结束ICBC的垄断地位 该党政府今天宣布将开放计设保险业市场 让私营企业参与竞争 并正式结束ICBC的垄断地位 自由党领袖伟秦信今天说 BC省的司机们都被贺锦和NDP的政策弄惨了 ICBC的垄断是一个失败 现在是时候给司机们提供更便宜的保险利率了 这将是竞争带来的结果 也是BC省自由党将提供的 该党表示 将让司机们自己从私人保险公司和ICBC中做出选择 从而购买最优惠的保险 伟秦信补充说 当我听到有着干净驾驶记录的年轻人 被超过5000元的保险账单困住的故事时 就表明这个保险系统是失败的 需要修正 现在年轻人面临的压力足够大 所以BC省的自由党人将确保人们有负担得起的汽车保险 自由党表示 新司机在驾驶车辆的前两年将给予折扣 如果通过了司机培训 则前四年内给予折扣 BC领袖Sonia Fresnel在接受CKNW媒体采访时说 看在上帝的份上 这就是为什么我对我们这个省的政治方式如此厌倦 他说 我们花更多的时间废除前一届政府所做的工作 而不是在其基础上进行建设 他说 遇党支持ICBC向以关心为基础的模式转变 我希望从其他领导层那里看到更多的远见 Fersnel补充道 众所周知 BC省的汽车保险费全国最贵 尽管BC省和麒麟省阿尔波塔省的汽车保险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 但是BC省的司机可能要比阿尔波塔省的同行们多付出42%的保险费 会计公司MMP的最新报告说 由加拿大保险局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 尽管两个省之间的保险基本上相同 但价格驱动因素所支付的价格却大不相同 这项研究说 这两个省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 ICBC在BC省的汽车保险拥有垄断权 而阿尔波塔省的司机可以随意选择各种保险公司 IBC表示 在这项研究中发现 与在阿尔波塔省支付类似的保险相比 BC省的司机为自己的汽车保险支付的费用高出42% 该研究比较了14种不同的驾驶员个人 和在线报价后得出的结果 他们比较了具有相同车辆 相同保险水平 和位于相似地点的驾驶员的保险价格 BC省的汽车保险是ICBC垄断 没有竞争 没有比较 该多少就是多少 只有有竞争 消费者才能受益 以上就是今天港王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 转发 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